依然323五谷鸡肉饭专卖店 位在楼东火车站前站不远的和平路 中午用餐时间能超不少 生意相当不错 上网查询发现这间五谷鸡肉饭是总铺撕开的专卖店 入店后需要先点餐再找座位 店内简约的装潢风格 用餐空间宽敞座位数还蛮多 使用点餐机选择想要的餐点 操作机器的过程非常流畅 而且可以用信用卡 电子钱包或拥有卡结账 内用材质注释取餐 根据单字上的号码到取餐口取餐 用晚餐则去自行将餐盘归还到回收区 三两餐鸡肉饭的菜单 主打五谷鸡肉 有各种鸡肉饭 鸡肉便当 汤品 小菜 全油温体防骨鸡 油亮亮的外皮搭配去骨鸡肉 淋上主厨特制酱汁 入口的鸡肉软嫩 咸甜的尾韵还有一股酒香 滋味难忘 加了黑胡椒跟蜜汁葱油的葱油鸡饭 带点辛辣的葱跟鸡肉的甜交织在一起 又是另一种绝妙滋味 剥皮辣椒鸡汤有整条剥皮辣椒跟鸡腿肉的鸡汤 蒸煮一个小时以上汤头微辣中又带点甘甜 汤里的剥皮辣椒给得很大放 鸡肉口感软嫩 冷冷的天最适合来一碗热汤 软味 小菜卤豆腐咸甜的味道加上软嫩的口感 还不错吃 百香冬瓜是特别的小菜 甜中带酸的百香冬瓜 相当爽口解腻 吃完三两三鸡肉饭才明白他受欢迎的原因 真的好吃 尤其是精挑细选的仿骨鸡肉 细致软嫩的口感让人回味无穷 也难怪用餐时间人潮不顿涌进 是一间会让人想回访的小吃店 但你也没想起来 是那些 ч迅读哦 像几乎的粘土 优优独播剧场—— 炒营 盐发员 优独播剧场—— 旬播剧场—— 小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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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